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一个妈妈分享说一打二的时候 因为你有时候身上还要拿东西 没有办法及时的两只手都签到一个 各签一个小朋友 所以一定是大的签小的然后再签 所以有时候会很担心说如果视野死角 或者是没有看清楚的话 会造成很多交通上面的危险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爸爸妈妈都很在乎的一点 所以我自己带小朋友在行走马路的时候 一定会实时提醒自己 也提醒小朋友就是专心走路 就是要走路要看路 然后不要埋头看手机或者是不专心 因为这样危险随时都会发生 我们自己也不可以偷看手机 没错 我也是提醒自己 因为其实小朋友都会学爸爸妈妈 所以大人要先有榜样 他们才可以跟着一起学习 如何安全地用路 然后我自己也习惯在晚上的时候 让小朋友穿比较亮色的衣服 就是增加他们的显色度 这样就比较会被看见 其实因为我们家弟弟比较顽皮一点 就是你知道小男生的活力都非常旺盛 以下很多同温层 对 弟弟弟弟 就是男生有时候就是突然那个心血来潮 要冲刺的时候是有点拦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行走在道路上的时候 都会格外的更紧牵着我的儿子这样子 然后我也会一直提醒他说 不可以不可以用冲的或不可以用跑的 然后提醒他们急转叹这个口诀 在我接下这个交通交安自有的之前 我的孩子也都会跟我讲说 妈妈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举手才会被看到 很棒耶 表示这个教学是在现在的小孩子之中 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 真的 立法委员林月勤也到场支持 儿童交通安全推广活动 进捐基金会表示 台湾每年有上千名儿童 在道路行走时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结合政府企业与NGO团体三方力量 提升民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与关注 那小房帽是非常多志工来完成我们的梦想 也就是训练了很多志工到学校里边去做教导 我们的孩子怎么去在他的生活周遭环境当中去保护自己 那这个梦想呢 我觉得逐渐一直在扩大 从过去十个志工 然后现在一直扩大到一百多位 所以建议我们的志工伙伴也有人来 我觉得还是要代表所有的孩子们感谢你们 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能够上放学的时候 能够真的是快快乐的上学 平平安安回到家里 那这一套的课程里边 大概也是摆脱掉过去比较传统式的 比较是系统导向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过去我们都是比较被动的 用事故伤害来做回应 可是我们希望更前瞻性的 在从数据里边去预防 知道说到底哪一些伤害会产生 这过马路还是在跑动的时候 是在路段中穿越 还是十字路口穿越的时候产生的伤害 有一个很大的重要 除了志工 还有一个是可以让我们跟家长沟通 所以我们也产出了很多教材 因为始终学校老师要教 可是家长如果也能够一起带动的话 会是更好 一年呢就是有近千个孩子在道路当中死伤 那这样的状况呢 就是我们仔细的分析之后 来自于孩子的一个样态呢 主要是在于道路上面冲出跳出 甚至是他们的身形矮小 以及视野限制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道路上面的一个事故呢 当然就政府的角度 要来帮我们的孩子移除这些道路当中的障碍 那或者是要设计出好的一个道路 让驾驶有机会有好的事据来发现我们的孩子 那这些是政府要来努力的 那进娟这边呢就针对孩子这样的一个特性 去设计相关的教案跟教材 例如我们今天讲的急 转 叹这三个口诀 就是针对我刚刚讲的事故样态来的 急就是要集中注意力 在集中注意力的部分呢 就是对应孩子容易冲出跳出 冲动控制不足的一个特性 那第二个转头的部分呢 就是来自于孩子视野上面的一个限制 他没有转头就代表没看到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新闻事故上面会觉得 为什么孩子好像直接跑出去撞车子 那实际上是他并没有看到那一台车 那最后的探呢就是探头的部分 我们要教小朋友在道路环境还未完美之前呢 要学习自我保护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我们在这些的内容当中呢 都直直直直的去研究孩子的需求 设计出适合家长跟小朋友 或者是老师跟孩子共同设计去活动的一个教案内容 那主要倚靠的也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些 伟大的志工伙伴们 小黄帽志工可以进入校园呢 去帮助我们达到这些目标 为支持这次公益活动 食品业者再次洗手进捐 推出小黄帽公益限量包零食 每买一包将捐出五元 民众也能透过连锁超商店铺 与APP进行零钱捐 一同支持小黄帽公益计划 记者李喜慧台北报道 86岁桌球国手张黄岳 现身在创世基金会 与食牌国校桌球队的选手们切磋球技 张黄岳尽管年事高 拿起球拍的热情从未减退 以实际行动展现运动精神 也将爱心传递给更多人 号召大众关注第二届红展杯桌球公益赛 10月5号6号举行 活动莫得的款项将全数捐赠给创世基金会 支持植物人安养服务 希望大家有能力的人来 来将款给那个植物人 的将款给 有力吃力有钱吃钱 请大家来保护他们 看到他们这样子真的好可怜 所以请大家有力的人吃力有钱的人吃钱 各自行好啊大家还有爱心的人 尽量来将款给我们的创世基金会 来保护他们创世基金会 真的很棒很棒 他们这样都很爱心 真的很好我不会讲话谢谢 我运动的方式就是 平常你要运动像我打桌球 打桌球是很好 对身体也很好 还有对眼睛也很好 像我现在是年龄大了 我现在是86岁了 我是20岁的时候参加第三届亚运的 60几年前的数了 我现在还是大约啦 也是还可以打一下 跟他们已经最近退休的那个国手 他们陈修丹啊张秀娟啊 他们都有在打球 反正我能打我就打 我就是喜欢打球 因为我50几年 我在台湾营养上班嘛 因为我50几年就没有打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气船 我很喜欢打球 后来不能打啦 差一点就 那个气船一发作就不行 所以后来我就不敢打 就停 55岁就退 都没打球啦 后来我就去年 去年他们都叫我 像我儿子也在打球嘛 我儿子常常带我出去 看球啦 打球啦 看以前的老朋友啦 好高兴喔 很久很久了 几十年的啦 我55几岁到 就没有打 都没有看到朋友 去年 前几年开始 我儿子也在打球 他都常常带我出去 看人家比赛 都看到那个老朋友 好高兴喔 所以我都随便打一下 就是不能太动啦 就是这样子推推推 就这样子 这样也是有运动 就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 很多人都在打球 很好 就是希望 每一位的家长 还有社会公司 还有公司行号的人 还有社区的 他们都很多人都在打球 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 创始基金机会 捐一点款 保护 那个 保护他们吃物的 主办赛事业者 为推广桌球运动 并结合公益理念 透过赛事让国人关注体育 公益服务 为弱势群体捐助一份爱心 希望有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一直办下去 那公益的事情 公益的活动 是红展建设 从 就是大概十年前 就一直做到现在 那当然 就是这个桌球的公益 那我觉得更有意义 因为不仅可以 就是透过运动 可以让这个做公益的 这件事情来 抛砖引玉 那当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那只是愿不愿意把这个能力 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把这个讯息 告诉了我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的同事 很多的就是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这一次的就是公益的桌球赛 那可以帮助到 就是我们植物人的 每天的一些所需 这是红展建设 一点对社会的 一点点的就是回馈 那更希望可以 更希望可以 可以来让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人 来一起来 共襄胜举 这个大概就是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 那希望这次活动 做旧赛的活动 可以圆满的开始 圆满的进行 圆满的结束 其实创世基金会 在每一年 其实都会举办 大大小小的活动 那这次刚好 也有红展介社的一个串起 那希望就是能够募集经费 然后致力于就是一个 植物人的安养的部分 这样子 这个活动主要是 同仁的小朋友 其实他也有就是在打桌球赛的部分 那他也觉得这个活动 其实是一个国民的盛事 对所以就是今年已经是第二次的发起了 那今年在我们的一个奥运赛事的部分 那其实也有发现到阿嬷 他在新闻上露出 那他指望是有在讲解 就是桌球赛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也讲得蛮好的 那我们也是透过联系孙子的部分 然后孙子也是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就是有跟阿嬷先接洽 那接下来之后 他也是非常就是觉得参加这个活动 他也很高兴 那虽然一开始他觉得说 可能在被访问的时候 他有点紧张 但我觉得阿嬷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第一届的部分呢 主要是因为活动赛事 从早上到晚上的九点 甚至到十点 那其实对于小朋友啊 是一个体力比较消耗的一个一天这样子 所以这次我们把它拉成两天 那希望小朋友能够 中间有获得一个好好的休息 那隔天的表现能够更好 对 那其实两届的报名的人数 其实都差不多 那希望就是也是盼各位 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活动桌球赛的部分 然后能够串联起竞辈的一个目击 创世多年来单起照顾陪伴植物人的角色 让他们在绝望无助时找到依靠 呼吁民众为植物人带来更多温暖与希望 桌球供应赛当天有爱心意卖 发票捐赠等活动 也随时可以透过捐助专线传递文情 红展宾案创世精彩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这辆小巴开进基隆路地下道 却因为车身过高 车顶与地下道发生差状 导致车顶凹陷 挡风玻璃碎裂 甚至波及到右后方的机车 这起意外发生在9月9号上午 造势的张信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到地下道有2米高度限制 结果造成这起意外 新分局交通分队方面说明事发经过 早上70.54分 本辖基隆路契机车混合车型地下道 往北交通事故案件 初步了解59年次张信驾驶 迎大客沿基隆路一段 南往北行经前述地下道 一位注意2公尺限高 使路后车顶与地下道插状 导致车顶凹陷 挡风玻璃破裂 驾驶张男脖子扭伤 右手割伤 令车内两名女乘客脸部割伤 三名伤者均送北医治疗 造势碎片亦导致右后方 86年次温信男驾驶轻微车损 所幸无明显伤势 本分局获报立即派员道场 管制地下道出入口 通知拖雕车道场排除及协助交通疏导 检视张男驾急正常 九车值为零 详细造势责任尚待分析 这起事故一度造成塞车 新分局立即派员道场 管制地下道出入口 协助疏导交通 并通知拖雕车道场将事故车辆拖走 恢复地下道通行 警方提醒驾驶人 遇到有高度限制的地下道 一定要确认自己驾驶的车辆高度 是否能够顺利通过 如果不遵守交通标志标线执意进入 将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 第六四条 除以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罚还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这些昂贵的手表 都是这个诈骗集团的战利品 台北市地震局去年底向地监署举报 有不法集团卫造代笔遗嘱 向地震机关申请继承 不动产过户 经警调印尺组成专案小组征办 最查发现有帮派背景的蔡姓祖贤 与蔡姓律师分局远景 五名新北市现任及卸任里长 还有护车人员勾结 锁定独居或与子女关系疏远的罔顾长者 透过偽造代笔遗嘱等方式 到地震机关申办继承遗产 其中有六件得手 五件正在进行诈骗中 则被警方及时拦住 台北地监署于去年11月 受理地震机关举报 有不法集团利用偽造代笔遗嘱 申办继承不动产过户 所以指挥本大队于台北市交处 共阻处案小组 检察官从蔡姓祖贤前案查扣证据 发现有偽造代笔遗嘱之情势 经比对六件均由蔡姓祖贤律师认证 亦有多名公司员工参与 经离清该集团组织架构 犯罪手法及成员角色 于今年7月及9月初 执行两波拘收行动 共查获犯嫌51人 其中有律师、旗长、顾证人员、 地震等专业人士 嫌犯从地震局公告遗产 发现被继承人 之后从里长、警证人员、护证人员 查询得知继承人跟被继承人的资讯 之后公司的业务去寻找受影证人跟见证人 然后给引用金 之后伪造租任契约 进入被继承人的房地产里面之后 取得签名之后 再伪造被继承人的签名 之后请专业的律师来认证代表遗嘱 并指导来编造受影证人 与见证人的这个据根 那最后请这个 第一任师的这个公司业务 去申办这类记者的文件 来使得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遗产 遭过户 警方已经将蔡姓律师等人依诈欺 伪造文书及违反贪污资罪条例等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其中蔡姓律师等五人 经法院裁定击押禁件 并顺利查扣房产期件 及土地14笔获准 刑事局方面也呼吁民众 如果遇到亲人离世 应该立即办理继承登记 另外内政部也推出地级异动及时通 民众可以填写申请表 到全国任一处地震所零贵申请 以阻止不动产被诈骗集团 趁机移转过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针对卫福部8月12号公告的媒体 报导额少级性暴力事件指引 立法院王宏威与台北市议员 劝梅莎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 新指引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只是敷衍社会大众 因为以信义区幼儿园事件来说 依据新指引还是不能报导加害者 重点是他现在服务单队 你仍然不得揭露 不然的话就暴露他的身份 好这样的一个新的指引 我们回来拿到在之前发生 台北市幼儿园的事件 因为这个教保员事实上 他在被揭露之前 他一直都在这个幼儿园服务 他一直都在这个幼儿园服务 所以新的指引 如果我们拿到在台北市这个案例来讲 他没有换新的服务单位 所以他仍然不能被揭露 那么媒体仍然不能报导啊 所以你这个指引 有新指引跟没新指引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呢这个指引事实上 新的指引是非常非常矛盾的 市议员雀梅沙表示 根据卫福部的资料 111年到112年间 媒体报导儿少及性暴力事件 被裁罚达26件 这种做法已经对媒体造成寒蝉效应 雀梅沙更指出 新指引本身就有矛盾的地方 呼吁卫福部应该给社会一个交代 第四点第三项 不得揭露里面就有提到说 有关这个可以揭露这些 族被害人识别的身份 包括姓名照片影像声音住所 亲属姓名还有他的关系 以及就读学校或班级工作地点等等 但是第五点的第一项 又说可以揭露的部分 也包括其现行的服务单位 那到底可以揭露还是不可以揭露 本身这两点就是一个矛盾的点 所以我觉得卫福部应该给 社会各界一个交代 不然我们无所适从 出席的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 乌亚帆也提到 新指引对于地方主管机关 成立审议委员会部分 并没有订定具体可执行的方式 让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上 无所适从 在执意里面还是没有进一步的 在就这个指引说 审议会议要有如何的来执行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会议的成员的人数 或者是审议的原则等等 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还是在实务上运作上 比较觉得这个是有一些空间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建议可以更有一些 明确具体的一个原则或指引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行政机关在做个案判断 案件审查上面的话 才有一个可以遵循办理的依据 对此立法文王洪威表示 等立法院新会期开议 他将提案要求 卫生福利部针对新指引不足的地方 加以改进 尤其对于地方政府审议委会部分 王洪威要求中央要在10月前 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有所依循 新指引才能正式上路 我希望说能够在10月1号之前 他们至少能够把 对于地方政府 这个相关他审议委员会 比如说他们在讨论里面 他的人数还有他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指引 能够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法可以遵循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指引 才能够真正的上路 市议员却梅沙也期待 中央新指引修正后 能在保护被害人的前提下 达成适度的将加害者资料揭露的目标 他也会持续督促台北市政府 社会局确实遵循新指引 有效保护受到性暴力的儿哨们 等中央衛福部明确之后 我也会督促我们社会局 在这个部分要好好的来 follow这个指引 然后确保我们来保护我们的 受伤害的这些 性暴力的儿哨们 来保护他们 然后未来也希望社会局 能够在辅导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委会来督促他们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因应高龄化社会及乳癌患者 有年轻化的趋势 国民健康署从明年开始放宽乳癌筛检年龄 上下各增加5岁 扩大至40岁以上 未满75岁妇女 鼓励有符合资格者 接受乳房S光摄影检查 女性虹猫受到过去从子宫颈癌的威胁 但是随着我们医疗的进步 跟大家的意识的提伤 还有相关的医疗的进步 跟筛减的工具 能够让我们的子宫颈癌 大概目前已经在女性威胁的实浪排名之外 但是乳癌却成为我们女性威胁的第一位 那么如何让女性这个重要的癌症的议题 能够不再成为我们国的公共卫生 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以外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做 那么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专家们的帮忙 长期以来我想国民健康署非常重视 我们民众的健康跟预防 最重要的是能够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所以我们目前推行了这么多年的乳癌税 那么我们虽然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跟尽力 可是大概还有三成半到四成的 我们的女性伙伴 符合资格的人 他还没有出来筛减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能够让大家符合资格的紧述来做筛减 从我们的资料显示 筛减出来的确可以早期 找到更早期的乳癌的病灶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患者 那么他要早期发现以后呢 他的治疑力跟治疗的方法 更简单更有效 甚至于可以达到九成以上的一个治疑力 到了晚期那可能剩下三四成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跟治疗的极备 癌症的所有的癌症 几乎都跟极备有相关性 所以如何早期的找到就非常的重要 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日子 就是2020年的7月15号 然后那天我相信所有做乳房筛减都会觉得自己没事吧 然后我也是自己资深就是去那个北荣 然后看报告 然后那一天呢 同时也是我就是因为我一直流浪教室 然后在那一年我终于 要去接到了我一个专任的一个职位 然后那一天我也是要 刚好就是7月15号要去拿我的专任评书 然后我还把它约在同一天 同一天早上 那天我去北荣 然后发现原来自己就是确诊乳癌之后 然后接着就要去我的学校 就接我的第一个专任评书 所以在那个早上 我觉得我同时经历了大胸和大急 但是呢我朋友就告诉我说 你这样很好 因为是先胸然后后急 所以我觉得我被确诊 然后知道乳癌之后 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的 就是所谓的及早发现 然后及早治疗 所以我本来其实在确诊之前 我都是做流浪教师的生活 反而后来来正带给我一个幸运 所以我变成现在是有专任 我有一个安定的稳定的一个收入 然后我现在 我觉得我健康状况也非常的稳定 而且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报名了明年试状运 然后呢因为我明年就50岁啦 我就可以参加50加 我还报名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那个公路跑 然后一个是定向越野 所以我觉得这个极早发现极早 最早这件事情真的是救了我的一命 然后也让我的人生 从人生失败组 然后变成人生幸福组 国健署110年癌症登记资料 及卫生福利部112年死因统计显示 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 及死亡率第二位 但目前仍约有34.5%的适龄妇女 从未接受过乳房X光摄影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光怀月 国健署加强呼吁符合资格妇女 每两年一次检查 但是啊早期的乳癌 刚才组长有讲 治愈率非常的高 可以高达九成 甚至到百分之百 所以怎么样预防早期的乳癌 就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但是早期的乳癌 通常我们是摸不到的哦 那怎么去筛检早期的乳癌呢 就是国民健康署有补助我们45岁以上 治未满70岁的女性哦 或者是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女性 可是她有家族史的女性 家族史就包括是母亲女儿姐妹 祖母外祖母曾经罹患乳癌的妇女哦 两年一次免费的乳癌 筛检X光摄影检查 那这样的话 以其早期的发现那个早期的乳癌 因为早期的乳癌啊 大部分是以概化的方式来呈现 那这样子的状态是我们摸不到 而且超音波可能不容易看得到的部分 而且啊好消息是自明年开始啊 我们扩大我们服务的范围啊 年龄层到40岁以上 然后到75岁以下的妇女 都可以来做这个检查 那一个良好的筛检计划 有我们的放射线医学会啊 可以帮大家把持我们的品质以外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呼吁妇女啊 就要增加我们乳癌筛检的涵盖率哦 那民众啊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哦 去下载全民健保快一通 或者是健康纯折APP 然后这边有QR Code是下载的链接哦 然后来下载APP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查询自己 是不是符合两年一次的免费乳癌 塞减X光摄影检查的资格 那如果比较年纪大的民众啊 也可以直接啊拿着我们的健保卡哦 到当地的卫生局或卫生所 还有国民健康署认可的乳房摄影医疗机构 去查询 然后并且完成预约以及检查 异扬的状况有就是 你会收到一个啊 吸引通知说 呃他的啊 分类会写零 哦但并不是零期很多病人会认为说 我是零期 然后三他就认为他是三期都不是 那是在我们的一个啊 术语是说分类 如果你收到的遗养个案里面是说 你是零的话表示你要再做一次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可以是超音波 可以是放大的摄影 哦那再来就是三的话呢 就是说啊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小的呃 异状但是他还不像癌症 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半年的时间内 回来追踪 那是的话呢 是大家比较紧张的 他因为他上面会写说异常 需要做呃穿刺 那是的话就表示说 我们觉得你这个呃呃 乳房摄影里面的有一些病灶 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不好的 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他是好的坏的 所以我们要经过一次的切片方式 那这个切片呢 就会由专业的医师跟你解释 大部分呢 呃应该是用呃乳房摄影的方式 是帮你取出这个可疑的小小的病灶 那也有少数是要由呃呃 呃乳房外科医师用切片的方式 所以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呢 到医院最主要我常常碰到的病人 就是忘了带东西来 信没有带来 那骗子也没有带来 就两手空空的跑来 说我做了乳筛 是呃有问题的 那我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这样子会造成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些困扰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你是属于什么 所以那封信呢 就记得一起带来 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通知单 我们现在看大概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密密麻麻 大家也不要回去记 我是只要想说有这一张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以前只有解剖的分歧 大小啦 淋巴线有没有转移啦 或什么器官 现在呢加上分子生物学 还有基因医学的进步 我们还在第一期里面有乳癌的分歧 那每一个分歧不同 它的治疗就有所不同 那我们有看到有一个管相型A是最好的 再来B1 B2 还有核2 甚至有三阴性 那各种方法都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所谓的多专科团队 然后来讨论以后 每一个人就有一个标准的治疗 所以这样 好 那么下一张呢 请下一张 那这个就是在讲早期的 荷尔蒙阳性的时候怎么样做 你看这个A型就只有这荷尔蒙治疗就好 那B型的时候就看 它的KI-60C多高 越高的话可能就要加上化疗 那核2的 那除了要化疗荷尔蒙治疗以外 更要是有核度阳性 所以有时候就要标靶治疗 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治疗 治疗呢 乳癌是多元的 在手术方面 现在很精进 有这个部分的切除 那如果很大的话 也可以有整形的 有重建的 再来像现在有内饰镜的 甚至于现在还有一些病人 也可以用打温西的方法 再来呢 讲到矿色腺治疗 现在定位很好 有直线加速器 那而且有方法来预防 照射到后面的胸部 或后面的心脏 所以这方面也很进步 再来讲到药物 除了传统的这些化疗以外 我们现在有标靶 有荷尔蒙治疗 甚至也有免疫治疗 所以呢 这样方面呢 就根据不同的形式 就有不同的治疗 所以相当的好的阶段 目前已知的乳癌危险因子 包括初今早 挺今晚 未曾生育或30岁后才生第一胎 以及未曾哺乳 有乳癌家族食者 有乳癌变异型致病基因 得过乳癌 卵巢癌或子宫内膜癌等 女性们除了多加注意自己 是否有乳癌风险外 更应该从年轻时 就远离咽酒等致癌因子 保持饮食均衡 并且养成规律等运动习惯 降低乳癌风险 记者温宜君 台北报道 在老师的教导下 家长与小朋友一起动手 创作年土回离车 这是由新医区公所开办的 新住民家庭手作班 选择在暑假举办 就是希望透过手作课程 增加新住民家庭亲子互动机会 也营造暑假美好回忆 这一场亲子手作课程一推出 就吸引了司机住新住民家庭报名参加 家长小朋友都直说很好玩 这样是训练小朋友动手能力 然后妈妈也跟着体验一下自己的独猎 没有玩到的 对 被沙场 所以就是觉得说 很难得也蛮有这样 很难得的机会在暑假 可以跟他们一起 这样比较劲态的活动 对 对 应该想 就是你可以放松心情跟其他 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独猾 都很 都是这样可以放松心情 好玩 就是很有趣 可以自己清成 还可以自由 这出来都是独猾 除了手作年土课 新区公所近年来也举办多场新住民活动 尤其关注在生活层面上 就是希望协助新住民家庭 能紧速适应新环境 找到归宿感 在台北市开创美好生活 希望说藉由这样子的活动 让他们更加感受到我们台湾的热情 然后让他们更加迅速地可抵入在我们这边的生活里面 那当然我们过去可能会办很多 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要实用的一些课程 或者甚至有一些是语言方面的课程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更希望关注的是其他生活的层面 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其实很大 那藉由这样的手作以及我们先认开的这个 挖湿按摩的课程 其实都是帮助大家在这么多压的环境之下 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撕牙的一个方式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夏列核诊是碳牌最多的动物 参加营队的少年代表现场与副市长李四川来个问答 像是哪种物品不可回收 哪种家畜碳牌最多 并透过成果展和现场来宾分享四周营队所学 包含认识海洋废物 污水处理 采访生态农场 重新制作塑胶废弃物等 除了学习环保相关专业知识 也到夜市捷运地下街宣讲 培养少年的自信心 在这个营队里面我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那像是我们去夜市宣导做宣导的时候 很多的游客啊 很多的路人会冷漠地看着我们 然后可能我们走过去 要想要做宣导的时候 他们会就是故意白手走掉 然后不然就是装作外国游客 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想法 不是把错怪在别人身上 而是把问题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让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像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友善的放幕 友善的放幕很重要 就是机很辛苦 然后如果我们用格子龙饰养的方式 他们会很不健康 那这些毒素到最后也会流回到我们身体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夜市 夜市会制造很多的一次性垃圾 那像是竹签啊 塑胶袋 那竹签我们就没办法 那塑胶袋我们就可以重复地再次使用 然后还有水的旅行 我们平常可以在生活中落实省水的方法 比如说洗澡前等热水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热水省起来冲马桶 像是我之前还没参加这个营队的时候 我就会随手乱丢垃圾 那随手乱丢垃圾的时候 我就会 因为贪图一个方便 那现在经过这个营队之后 我就会丢垃圾之前会想很多事情 比如说可能 我就有个吸管啊 一个海龟可能就会死在我的手上 那现在就是会不要使用这个吸管 自带那个环保吸管 玻璃吸管 或者是不锈钢的吸管这样子 减碳是从生活做起 我在这里也要跟各位分享 也许这四个礼拜 包括进到第五个礼拜 所有的老师大概也跟我们所有的 讲了也都减碳的部分 台北市大概我们的碳排量 占了最多70%是驻山 所谓什么叫驻山 就是家里用个电 因为我们用了一度电 大概排碳差不多要排0.499 就是0.5公斤的碳 所以随时关个电 也许节能减碳 我们就可以减碳 25%是什么是交通 骑个摩托车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 搭捷印大众运势 我们现在所有的悠游卡 如果你有登记 那原则上去做了 这个捷印 或是公车 或是你去骑U5 都可以计算你的碳存整 也就是说你今天减碳减多少 那这一个部分现在大概都已经在执行 尤其执行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内科 从高科技的请他们为了解决内科的交通 大家都做大众运输 那5%当然就是有一些 这个我们有贵器 这一个人生的这个人烧 所以我们一次性的 可不可以让它减少 那这一个大概就是占了5% 社会局创新计划首次尝试以气候变迁主题 结合陪丽少年服务 希望透过应对方式 让少年在暑假期间走出家门 了解气候变迁对所处环境的影响 进而培养对公共议题的发响与倡议 让陪丽少年从被服务者成为倡议者 其实气候变迁对社会福利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 因为不论是高温或是所谓的一个气候的灾害 都有可能对我们市民来讲 造成一个财产跟生命的一个危害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青少年成为是一个 所谓未来下一代来重视这样的议题 然后也让他们成为公民意识里面的年轻人的责任 那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来讲的话 社会局的安排其实是有意义的 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 这一群青少年其实是一个弱势的家庭 那很多的一个年轻人可能认为 所以说近零碳牌这是一个高端的议题 但是我们就是要让这群孩子从小去学习 让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而且在2030前我认为这个问题 对他们而言熟悉了解 也可以自由的表达出来 对他的生活当中来讲的话 可以提高他们的自信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主题 那也是透过募款的方式来达到这样子一个主题的推广 而我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也希望社会局是能够持续来办理的 近零碳牌的部分包含我们其实在对于毒老 对于所谓的生残者 在适应气候的问题 他们怎么样能够提早的这个面对跟预防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 针对所谓的一个社会福利的这个措施 或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灾害的准备 都应该要做好更好的预防措施 我要成为减碳王少年的减碳足迹成果展 8月27号28号两天 在市府一楼中庭展出 并由少年担任导览员 说明展出内容及作品 现场还有互动的小游戏及心得留言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一同响应减碳净凌从生活做起 我们岛爱地球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安乐区四围青子公园 一大片的沙坑是小朋友热爱的游戏区 不过却有民众发现 有一大把图钉被人放置在沙坑上 引起了家长恐慌 在社群贴文提醒 或者是有人手刚好是这样摸下去 就可能会危险 危险吗 小朋友 这都是小朋友在玩的 而且不会穿鞋子 对啊都是打赤脚的啊 安乐区长简一泽 第一时间赶往公园了解 峰之警方到场拉起封锁线 最后确认 这一把图钉是一位小朋友恶作剧 索性及时发现没有人受伤 后来经查 那个是一个名学生 他在游户湾的途中 把图钉置放在该处 那另外我们也会通知学校跟 那个教育处 针对该名学生多家的教导 那另外针对家长的部分 也会请学校转职 请警方学校转职 并做一个加强督导的职责 109年完工启用的四围公园 不仅假日人潮多 平常跟着小朋友下课游戏场所 虽然图钉事件是第一次发生 而里长也反映 不少市主经常带着爱犬来沙坑玩耍 却留下宠物的排泄物 也让维护环境的志工相当困扰 里办公处的志工 也非常的尽力在维护这边 可是这里的维护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 我想说在这里呼吁大家 就是可能你的爱狗 狗狗千万也不要在沙坑里面跑 对因为这毕竟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对因为我们也都可以在沙坑里面 看到有一些狗大便 那这个就是大家都要发挥功德性 其实任何的危险的物品 会刺伤的人埋在沙堆里 小朋友在游戏之中 无形中被刺伤 或者是很不道德 也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们社会是不是要加强的 来做一个维护 以及学校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教育圈导 让小朋友知道公共危险 就是当自己的乐趣也会伤害到别人 好在这起事件只是学童恶作剧 闯获学生已经由家长带回管教 而沙坑目前暂时封闭 将等到进行安全检查完毕 才会重新开放 记者黄壮明就有报导 启动仪式中巨大礼物盒 出现白鸽与爱心大气球 市长谢国良跟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与多位贵宾 一起参加这场青发战争 140周年系列活动 除了呼应爱与和平的主题 也透过音乐艺术等主题 进行台发双方的交流 吸引许多民众到场感受异国风情 市长谢国良说 基隆的港口文化 也有很多值得向法国借进之处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港口文化 跟很多这个未来在发展城市观光 有山有海的一个特色 有很多这个值得跟法国学习的地方 像法国Provence那边 包括Kantz、Nice 还有Santo Bay 那几个地方其实都让我们在基隆的城市治理上 有的很多的灵感 包括我这一次在这个碧莎渔港的 这个游艇码头的招商 透过都市设计的改变 增加了数千坪的这个饮食 零售观光的空间 就是来自于很多西渠南法跟游艇相关的一个观光经验 所融合出来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认为基隆未来这个如果要更在地 要更国际 我想跟法国结盟 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想基隆一直都在变得更美 更好 更好玩 更有爱 也欢迎大家都邀请我们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来基隆玩 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的用心策划下 各项主题活动让民众仿佛置身巴黎街头 可说是一场精彩的台发文化体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穿烫过的小卷放在锅子里煎出两面都呈现金黄色 再用番茄 洋葱 香菜制成开胃的凉拌菜 一起包进墨西哥饼皮里 这一道简单的夏季开胃菜 墨西哥偷抽卷饼就大功告成 主菜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我觉得跟条卷很搭 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 因为我以前都会觉得它会有一点腥味 但我觉得它跟蔬菜搭在一起的话就很好 摸下去它是软软 里面是软软的 它就是里面还没有熟 像这样摸起来它是Q弹Q弹的 它就是已经熟了 金融区域会厨与教室里 学员们专心聆听 这一堂食欲课程 透抽大虾是主角 只见大伙分工合作 替今天的午餐亲手做料理 政府在推鱼池文化这块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多多办这种的活动 对 这样子亲子 除了去认识台湾的一些美景以外 然后对于这种料理 尤其是海鲜的话 大家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小黄瓜穿上之后 再将大白虾煮熟捞起 去壳之后将苹果杏仁花生粉 包进大幅卷皮中 学员们超级用心 这一道鲜虾大幅卷 成了夏天餐前的开胃菜 是洋葱啊蔬菜啊 然后可能会用一些 凤梨啊苹果啊小黄瓜都是 然后包含我们最主要的主角 就是我们的透抽 那我们是以这个为主轴 当然里面要换成小卷啊 换成其他当地的海鲜 当然都是可以的 但只要是配得上 可以有办法去入菜 我们都很可以大家 也欢迎大家去尝试这样子 金融渔会举办了渔村小旅行 所以安排民众走访八斗子渔港 认识渔港的前世今生 中午在渔会处理教室 让职人代理民众 手作渔港施房料理 只见家长带着孩子 玩得不亦乐乎 就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在地的文化 那又可以一起组织的非常开心 更了解的话 因为我先生有渔船 所以会更对这边当地的细节 会更清楚 而且有故事 而且第一次看到那个打兵的 对啊 我们之前都是去别的渔港打兵 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 真的很特别 比较特别就是说 我不知道八斗子渔港 居然是一个这么大的渔港 那有的时候会经过这边 但是也很少有机会 走进来渔港这个地方 今天早上先安排了 一个小时的渔港走讀 是先带大家了解说 我们现在八斗子渔港的设施 还有我们一些渔船的运作 还有船行我们捕捞的方式 那接下来是到我们渔会的教室 去做料理 主要是让民众认识我们 跟渔业有关 那也认识我们基隆本港的食材 那要怎么回到家之后 可以使用这些食材去做料理 渔村小旅行 带领民众走访渔村景点 还有职人手把手传授厨艺 让民众认识渔港文化 也传承了渔村的特色料理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以许接盘龙门虎门 还有千诗香 象征英哥里福德宫是地方信仰中心外 也是民众寻求心灵慰藉的场所 主席宫保佑大家一切平安顺利 在历经一年多的整修后重新启用 吸引众多地方乡亲 齐聚祝贺 他至今已经将近快四十年了 在这四十年当中得到很多的信仲大德的一个福祉 让我们这些相处非常鼎盛 那在期间呢 因为庙宇年久失去 有一点需要维修 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得到重新大德的一个福祉的一个捐献 去年的三月我们开始动工 今年的八月完成 选定今天来庆典这个 那因为我也是这边的信徒 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 我们这座英哥里福德宫 都整修完毕 然后很多的信徒又过来 然后刚好也借着今天的庆典 发放给我们弱势的团体 然后这个功德 来替我们福德宫来做到 感觉非常的高兴 结合公益活动 将善的力量传递下去 立委林佩祥在致辞时 也带来地方交通的后休息 那未来配奖在今年也会尽全力去督促我们这个交通部 针对捷运到七楼 然后再绕过国安路到长庚医院的这个计划 这可行性评估配奖也会尽全力去把去督促交通部 尽快把这个可行性评估做出来 福德宫的重新启用除了标示一座信仰中心的复苏外 更整线社区团结和关怀的力量 为鹰哥里注入了新活力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慈济青少年篮球家族联谜会简称慈篮 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建由篮球技术训练 利用基隆山工的场地作为训练的地方 培养青少年及儿童关怀社会和尊重生命等慈济 推广的人文精神 希望达到寓教娱乐素得兼修的成效 慈济基隆共修处特地举办慈篮成立十周年感恩活动 我们的慈篮的首个爱心团结服务 团结我们这全队的人爱心家族老的小的 一起来付出行动来爱护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氛围然后小孩能够在当中 在慈篮当中能够有受益 能够学习能够成长 然后今天看到他们的分享都觉得蛮感动的 身兼慈济融洞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请市长谢国良出席参加 加入慈济除了一个训练我们的 培养我们的刚才师兄讲的 一个爱心团结服务的心都已经结入下去 还有包含我们的人物教育 市长谢国良除了肯定基隆山工篮球队 卫校卫视争光的荣誉以及慈济推广 等文精神和篮球运动的努力之外 也带来基隆市政府努力推广篮球运动的好消息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大概在两三个月前 也由中华民国篮球协会正式通过成立 基隆将会接放申请SEL半职业篮球赛 第五个台湾的主场球队 这是值得庆祝的 我们给自己的掌声 我就是说基隆未来也会有一个半职业的篮球队 当然我希望有一天T1P-LIB还有SBL 如果SEL半职能够合并为一个大篮球联统 那这个是台湾篮球最棒的好消息 此季基隆共修处感谢市长谢国良 专程出席慈兰十周年的感恩活动 为慈兰加油打气 也强调斯兰将秉持爱心团结服务的理念 发挥运动员耐力和毅力的精神 持之以恒落实在家庭生活中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营养化碳终结者 NACO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AC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